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马铃薯切成小颗粒 如影片中的大小就可以 用淡盐水浸泡马铃薯能防止变黑 加入一茶匙盐 放一旁 备用 牛柳粒解冻后把血水倒掉 进行调味 一茶匙糖 少量胡椒粉 半汤匙生抽 半茶匙美极鲜酱油 两茶匙生粉 拌匀 加入一茶匙麻油 拌匀 放一旁备用 把马铃薯捞起 瀝干 准备一个酱汁 方便操作 加入一汤匙蜜糖 可因应个人口味 增加蜜糖 少量胡椒粉 因为牛油和黑椒带甜味 所以不要加入太多咸的调味料 两茶匙蚝油就足够了 加入少量老抽调色 大约半茶匙就足够 一茶匙绍兴酒 一汤匙清水 搅拌均匀 开火 煮适量油 油温大约150度 转中火 加入马铃薯 虚实大约5分钟 偶尔搅拌 以免粘锅 马铃薯炸至浮起 重量明显变轻 把它们捞起 放一旁 瀝干 留下一汤匙油 在货中就足够了 适量 开火 把牛柳例煎香 使用牛柳例煎香 加入牛柳例煎香 牛柳例下 煎香 煮一分钟,把它们捞起,备用。 把多余的油倒出。 留一茶匙油在货中就够了。 开火。 把牛油煮至溶解。 加入洋葱。 青椒。 加入辣椒。 黑椒。 炒出香味后加入牛柳笔。 马铃薯。 加入准备好的酱汁。 可以上别了。 今天的蜜糖黑椒熟仔牛柳笠就完成了。 多谢大家观看。 谢谢。 有点赞,谢谢。 有点赞,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看到这里的赞, 有点赞,谢谢。 有点赞,谢谢。 有点赞,谢谢。